自学集的方法一定要正确 方法不对 只会让你的苦练一万遍 养成一个坏习惯 这节课咱们来说一下 用剥片练习扫弦的正确动作要领 首先咱们来说一下剥片的正确拿捏方法 右手的大拇指还有食指捏成一个十字 把剥片顺着食指尖的方向插入指缝即可 很多人都会纠结 剥片前面这个小尖尖到底该露出多长 其实剥片上面是有答案的 一般的剥片在最下面都有一排小字母 这个表明了剥片的厚度 咱们大拇指刚好盖住这串小字母就可以了 可以多盖一些 也可以稍微漏一丢丢 然后就是咱们在扫弦的时候 并不是用剥片最尖端的位置去接触琴弦 正确的触弦位置是在剥片的侧面 因为尖端接触琴弦 它的局部力量会比较大 扫出来的声音会特别的占 要想让你的扫弦声音变得柔和 就要把接触琴弦的点由尖端往侧面挪一挪 再有就是咱们在扫弦的时候 剥片绝对不能垂直于琴弦去扫 这样阻力会比较大 声音同样会很占 正确的做法在下扫的时候 剥片稍微向下倾斜 上扫的时候 剥片稍微向上倾斜 下上 下上 很多同学在扫弦的时候 扫着扫着 剥片就脱手了 原因并不是因为你手捏的不够用力 是因为你接触琴弦的阻力太大了 为什么很多吉特老师教扫弦的时候 都让大家旋转手腕呢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通过动作去调整剥片的触弦角度 大家看一下 旋转手腕下扫 剥片自然而然的就向下倾斜了 旋转手腕上扫 自然剥片就向上倾斜了 下上 下上 再有就是咱们的扫弦方向 也不要垂直于六根琴弦 要画一头斜线 向后画斜线 主要原因还是垂直扫弦的时候阻力太大了 倾斜一点扫弦阻力就会变小 下扫 画斜线 上扫 反方向画斜线 下 上 下 上 我是玩的吉他 专注于吉他自学经验的分享 关注我下节课为你们分享 左手按和弦的正确动作要顶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